大家好,我是小编,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它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 糖尿病会殃及身体很多器官,皮肤也不能幸免 糖尿病很容易出现的现象包括了皮肤跟噪的问题 因此糖尿病患者要比普通人更加关注皮肤疾病 因为糖尿病会增加感染的几率 哪怕只是听微的皮肤状况 也可能演变成一种严重的问题 如果你的皮肤出现这几个现象 那么一定要小心注意了 一,糖尿病皮肤病变 皮肤上会出现浅褐色、鳞片状的圆斑点 它们看起来很像老年般 这其实是血管的变化所造成的 二就是散播性环状肉牙肿 呈现为色彩鲜艳的红色或红棕色的肿 这些肿块会逐渐的长在一起 形成环状的斑块 你们可能会误会它危险 后来还会扩散到手臂、颈部和躯干部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了 再来还会出现皮肤硬化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异形糖尿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情况 它可以使手背皮肤变厚变紧 你的手指关节可能会变得僵硬难以活动 相似的问题还会出现在额头、脚趾、手镯、膝盖、角落等等的部位 再来就是会出现黑刺皮 患者脖子上、腋下或腹骨勾的皮肤会变厚 变为褐色或黄和色 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污垢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把它清干净呢? 其实这是一种由于体内胰岛素过多而造成的皮肤疾病 很多人会问 糖尿病不是因为胰岛素水平低所造成的吗? 其实在糖尿病早期,他们的体内胰岛素水平会偏高 尤其是对胖子而言 因为这些病人体内存在的胰岛素作用不够 机体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 过多的胰岛素就会加重胰岛负担而引发黑刺皮了 最后就是会出现糖尿病性的黄色瘤 患有一些糖尿病的年轻人 血液中胆固醇和脂肪含量很高 所以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般表现为成群的黄色丘枕或小疙瘩 有的疙瘩外面会有一圈红色 有时会发痒 一般出现在糖尿病人的脸部 膝肘背部或臀部的皮肤上 如果控制好血糖就能够将它们很好的清除掉了 所以小编在这里要推荐大家 每天不妨检查自己的脚和身体其他地方 尤其是出汗的时候 每天在皮肤上使用润浮霜防止皮肤开裂和发痒等等的问题 一旦你发现自己身上有任何感染 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处理 这样才可以很好的预防荣尿病恶化的情况了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用了点击订阅好按赞咯 我们明晚见